2009年1月23日 在某个神秘的贴吧里 发生了一段年度最佳如同化般的爱情故事 一位男生和自己喜欢的女生告白 女生给了他一段摩斯密码 表示只要解开了就答应和他约会 但是男生绞尽脑汁 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只能发动场外求助 将这个摩斯密码发到贴吧里 帖子一发 消息一出 热心网友纷纷前来围观 反复客男附体 在提供的线索中寻找蛛丝马迹 最终 一位名叫骗力天使的网友解开了谜题 总结一下 前期女生的提示 加上中途男生靠出卖男色套路女生获得的提示 于是我们得到了以下三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 这个密码是五层加密的密码 也就是说要破解五次才能得到答案 真是堪称解密版的过五官斩六将啊 第二 图中的一个步骤是替代密码 密码表则是现实生活中 大家经常都会用到的 不但要解开密码 还要顺带做个脑筋击爪弯哦 第三 答案是句英文 知道了这些重要信息 那这个摩斯密码要怎么解开呢 一场闯关小游戏就要开始了 第一关 既然女生给的是摩斯密码 那就拿一张国际通用的摩斯密码表对照即可 摩斯密码有两种基本信号组成 短处的点信号读作D 保持一定的长信号读作D 对照表格可值 斜杠前面的DDDDDD翻译过来就是4 后面的DDDDDD就是1 整个摩斯密码翻译成人话就是下面这串数字 Oh So easy 第二关 从这个关卡难度开始慢慢增加 这串数字开始让部分网友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啥意思 但仍然有大神级别的网友发现 将这串数字两两分组的话就会有个规律 每个组合的个位数都不超过4 特别是除了十位数是7和9的这两个数字后面有4 其他的都没有 在联想之前女生说的 解谜的密码表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经常都会用到的 都会用到的优像密码表的东西 这不就是手机键盘吗 手机键盘分为两种 一种是九宫格 一种是26键 九宫格又有数字和拼音之分 回到刚开始的那种数字结合起来看 4就是4号位 1代表的是第一个字母 所以41就是字母G 9就是9号位 4代表第四个字母 所以94就是字母Z 依此类推 这一串数字就可以翻译成一串字母 第二关解决啦 第三关 这一串字母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看不出什么 这时候又有网友脑洞大开 女生提到过替代密码法 而密码表也是生活中常用的东西 除了手机键盘 就还有电脑键盘 而QWE的格式被世人认可 也有可能成为密码的码表 如果QWE等于ABC依此类推的话 那么这些字母就可以解码为 OTOE OI OU YVL 其实到这里大概就可以猜出那句英文是什么咯 第四关 虽然字母出来了 但是顺序还是隐隐约约觉得不对 网友又试了很多方法 发现只有用乍然解密法才可以解开 那什么是乍然解密法呢 比如原始信息是这句英文 去掉空格后变为一串英文 两个一组得到这串字符 先取出第一个字母 再取出第二个字母 连在一起就是密文 要用乍然密码法解开密文 首先就要把英文字母分成两排 插入同组后得到这一串英文 第四关解决啦 第五关 第五关其实就是送分题 将字母倒去即可 可以看到女生的回答 就是这句话 全关成功 哦耶 这件网友接力帮男生解密追女生的经典故事 距今已经整整十年了 十年后的今天 其实还有网友猜测 当年解出谜题的人 会不会就是出题的女生 原因有以下几个 解密人的ID 骗离天使是女性 且刚注册不久 男生的求助帖 也是在2009年1月23日 凌晨4点23分发布的 但是在当天晚上20点02分 骗离天使就解开了密码 另外 凭借解谜的过程 骗离天使就说出了很多男生的小细节 如果解除谜题的骗离天使 就是出群的女生 那老夫的上女星都要炸了呀 这都是什么爱情啊 感谢观看